散朝抗议FIFA喜剧演员被逮 前天在瑞士苏黎市英国喜剧演员布洛迪金上台恶作剧 一把把的假钞落在国际足总主席布莱特的身上 当天国际足总决定明年2月26日举行新一任主席选举 英国喜剧演员布洛迪金上台恶作剧 讽刺布莱特在申卖世界杯中受惠的说法 他随后也被警方逮捕 瑞士针对2018年及2022年俄罗斯基卡达涉嫌新会 获得氏族赛主办权仪式展开刑事调查 美国司法部则指控FIFA有14名现任与现任官员 在过去24年涉嫌洗钱勒索汗炸漆 还有多名不同成员向买下转播权的公司收取贿赂 东新闻综合报道 向苹果爆料最有利 照片一千元影片两千元 奖金送给你我再捐款 每周点阅数最高前三名就送你iPhone6手机 人人都是记者爆料一举处得 爆料请打电话或APP电邮等各种方式